所以呢將來呢如果你要存取我的就是PC斜線斜線兩個斜線反斜線PC736然後在斜線 那如果說我分享出 某一個比如說我某一個檔案的話在桌面上這邊的話直接可以在這個地方 共用出去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共用 這邊 這邊有個共用按右鍵內容共用這邊有個共用那我就是這個地方如果要所有的使用者就everyone把他新增這樣子的話然後你們就讀取一定要寫入 因為insert的話一定要開那個寫入權限如果你沒有開寫入權限的話那對方也是沒有辦法那個寫入會發生錯誤 這個時候的話呢我就可以在網路上面看到那這邊就會有一個路徑有沒有就是這個路徑 所以將來你就把這個路徑名稱有沒有寫到哪裡呢寫到我們剛剛的那個路徑的前面去 將來就可以寫到我這邊來了 應該懂我在說什麼吧 網方這個部分的應用 這第二個就是說 第一個是 如果絕對路徑的話你就把它放前面這樣子 第二個的話如果是 網方的話可以這樣做 第三個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的 這個資料 假設說你的資料庫不是SS的話 那你用什麼方式去 其實 各位可以寄個網站 這個網站還蠻不錯的 他叫做 Connection Street 因為我剛剛講不是我們剛剛不是有那一串對不對 那一串 連線SS那一串 城市 其實你只要做一個修改 那就可以 連結不同的 這個後面不是有個provider嗎 這個provider是什麼 AC1 OLEDDB的 驅動程式是12的版本 那這個是 for SS的驅動程式 那如果說你是別的驅動程式 別的資料庫 會有別的語法 那這個語法從哪邊去抓到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給各位一個 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非常的好 因為他已經幫各位 通通都整理好了 叫做 Connection Connect Connect Connection 加一個street street加一個s 就是 它是兩個單字 一個connection 空一格 不是空一格 直接就後面就是一個 street street是字串 就這樣 就這樣